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開箱我的防疫旅館 這家防疫旅館位於台中 然後是我在網路上爬文爬了好一陣子發現的 因為我有看到其實就是很多的防疫旅館 它的環境並不說很OK 評價也不太好但是價格卻蠻貴的 然後這家就是環境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網路上評價也很好 那這家防疫旅館的相關資訊 我會放在影片的最後面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就是一個小客廳 那邊是廁所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有一個大桌子 然後兩個椅子 我平常就是用電腦或者是吃飯 或者看電視的話就是會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樓梯下面的這個空間 我就用來掛衣服 然後把我的行李箱放在那裡 有效的利用空間 是門口的部分 那打開門口之後就是可以去領餐食 會有定時的三餐時間送早午晚餐來這邊 門口的旁邊就有貼一張小公告 就是告訴你在隔離期間不能暫自離開房間 或是跑出去陽台的外面這樣子 還有就是每天都要量體溫 還有提供一個體溫計 然後都要記錄在表上 回報給櫃檯 還有提供一個消毒的酒精 這個小桌子上就是有一些簡單的備品 牙蟹棉花棒 然後還有護浴鹽洗面乳 牙刷刮胡刀浴帽 書籽等等 那這邊還有一個電視 可以打給櫃檯的電話 然後這邊有一些提供的茶 然後熱水壺還有垃圾袋 因為這邊每天就是會訂起來收垃圾 然後就在指定的時間把垃圾放到門口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冰箱 這裡也是他們提供的一大箱的水 然後現在看到的備品 只要你是不夠的都可以打電話 再跟他們要的 會免費的再提供給我們 可以看到他這邊插頭也很多 一樓的電視櫃下有一個 然後備品桌下也有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廁所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個很大的窗戶 外面是小陽台 但是我們是不能出去的 但至少有窗戶的話 這樣還可以有陽光照進來 然後看到這邊有一個大浴缸 就是如果想要泡澡的話 就可以在這邊泡 其實廁所整個還蠻大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棉字馬桶 屁股不會冰冰的 這邊就是會放一些 常保養的東西 在這邊洗臉刷牙跟保養 這次帶來的旅行小樣子 是從樓下看上來的樣子 是從樓下看上來的樣子 那邊也是有一個窗戶的 所以陽光也是可以照進來 採光是非常的不錯 這邊是我睡覺的床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也是有一個電視 然後有一個內線電話 然後再轉過來這邊 還有一個床 因為這個房型好像 原本是可以睡到四個人吧 對 然後這邊有給兩個電風扇 小夜燈 冷氣 插頭床頭櫃 都有 蠻大的喔 整個這樣看 哈囉 我要來開箱我的防疫包 這個防疫包呢 是正式提供的 當入住防疫旅館30分鐘內就送來了 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有什麼 口罩 另外一個是什麼 看什麼 喔垃圾袋 關心你的注意之下 然後再來就是各種食物 菜包店 欸這個很好吃 以前就很愛吃這個菜包店 萬歲牌的 菁果飲 它是什麼 堅果鮮酥燕麥 好喝的 打心餅乾也很好吃 高鮮蘇打 蘇打餅 不錯不錯 都是我愛吃的 喔然後還有 喔這個我也喜歡 營養口的樣子 以前國高中都一代就喜歡吃 然後還有這個 我的最愛 甜八寶 我之前還會帶這個去韓國喝欸 在韓國要去那種中華超市才買得到 然後都賣很貴 等一下喝起來 可以在這裡自己沖 湯麵 泡泡麵汁 素魷魚羹湯麵 然後 光泉的 薄酒乳 牛奶 對 豐富的防疫包 謝謝政府的防疫包 然後這邊我要講一下就是 防疫旅館他們真的很貼心 應該說從我之前訂房開始 他們就是專門會有一個管家 然後就是用LINE跟他溝通 就是從你回到台灣之前 你有任何問題LINE他 基本上都是秒讀秒回 然後就是會很詳細的回答你應該怎麼怎麼做 然後我昨天入住了之後 他們的工作人員也是很親切 從入住開始填資料啊 然後要注意什麼什麼事項啊 說得很清楚 就是有任何問題就可以直接LINE他們 然後他們都會及時的給到你幫助 這家防疫旅館就是台中的 雀客 雀客旅店 其實它是有很多分店的 然後在台中我記得也是有好幾家 覺得到目前為止 住起來整個就是很舒適 然後吃的我覺得也到目前為止也都是蠻好吃的 終於吃到了台灣味 然後家人送東西來什麼啊 他們也都會很貼心的幫忙送上來 就是真的蠻推薦這家台中雀客旅館給大家 而且重點是它價格真的不貴 但是它住起來整個感覺就很好 還好我之前有先上網趴文 就是看大家說評價都很好 真實住進來之後我也是覺得 雖然之後有可能就是會臨家期 今年內嗎 也有可能之後就大家都不用隔離了 但是近期的話 如果有需要來台中隔離的朋友 就希望這個影片會對你有所幫助啦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 再見